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文是吧 证 诶 现在有没有重力像 告诉我 那他来自哪儿了 键盘 我来个11122333 好了 结束了 好吧 我跟Alice发这些内容了 结束用一个点来结束 用一个点来表示结束 看到吗 一行当中一个点表示结束 这是我现在没有做任何什么重力像的 当然必须Alice用户要事先存在啊 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好 再说一遍 我说了一个 这段是我输入的什么内容 是不是 那个EOT是我说的吗 没有吧 最后你想看下效果 切换到什么 Alice用户 没有 是不能收到一封邮件 按编号几 一 阅读这封邮件 看到吗 看 这边有描述 切换到什么 切换到Alice 然后去看这封邮件 是吧 切换到Alice 去看这封邮件 想看的话看一下 不想看的话算了 反正我们 好了 这个是没有重力像 你明白吗 那如果我们想重力像呢 可以直接 再发一封邮件 好吧 Mail 给谁 Alice 来自于EDCR的host name 好像还缺那个主题 是吧 是吧 缺主题 我看回车会怎么样 没有主题 发过去 没有主题的一封邮件 好惨 看到吗 没有主题的邮件 当然你也可以像我这样 Mail 杠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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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是吧 看 我们是不是再也不用输入了 他不用再 再不用问我们要那个 那个叫什么 输什么东西的吧 正文的吧 我们用了输入重力像 就告诉他别从键面等我了 从哪儿 文件读就可以 他将这封文件的内容 作为了正文 发给Alice 好 我们可以再次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没错 好 这是个例子 只是用来证明一下重力像这种行为 -S是什么 刚刚讲过 subject主题 这个是什么 主题 这个是 用户 好 案例二 请大家看 也是一样 案例二 grap grap mini 见过吗 我要过滤 代用什么 root的行 后面有没有更文件啊 他是不是现在等我呀 等我从键盘上去 输入啊 我没有做任何重力像吧 现在呢 我们如果输一点里面代root的词 是不是就输出来了 Ctrl C 玩去可以怎么做呢 这样子 输入重力像 有同学可能会质疑说 老师不加这个也可以啊 不加这个 结果是可以的 但原理不一样 上面这个这个命令 EDC password 是作为它的一个参数 对吧 上面是没有参数的 上面用到了重力像这种行为 是没有加参数的 看到吗 所以性质不一样 但是我们确实一般人也不会这么用 觉得很二的用法 是吧 这只是为了告诉你 重力像这样的一个机制 能变吗 还有呢 各位看这里 案例三 滴滴这个运例 滴滴命 滴滴命呢 我们 interface 这个来源啊 input 来源 来源的位置是哪呢 滴滴下 zero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您设备文件 能够源源不断的拿出数据来 对不对 off到哪去 到根下的file 1.tst里面去 一次拿一兆 一共拿两两块 这个命令呢 我们看一看啊 滴滴 if等于 滴滴下的 zero off等于什么 根下的file 1.tst 如果你想 就这样回车的话 这个file 文件会 持续变大 就源源不断的变大 直到把这个 他所在的分区 整个 充满 对吧 那我们为了限制一下 我们稍微 每次一兆吧 好吧 一共 20个 20块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 根下的file1文件 就是20兆 看到了吗 那我们讲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的作用是从一个地方读入 然后再什么 写到这个地方去 我们从这个摇签树上往下摇 随便随便摇 什么怎么摇 摇不完啊 然后再写到文件里去 这个文件会持续变大 因为我们加了限制 所以变不大 如果后面没有这两段的话呢 除非你手动按Ctrl加C 否则的话它会不断变大 撑爆撑死为止 好 这里重点想说的是呢 滴滴 看到没有 各位 重点想说的是 可以输入重力向 然后什么 输入重力向 对不对 完全没必要写什么 这个if of 这样一个方式 就直接输入重力向 输入重力向就可以 这两条命令在这呢 是等价的 对不对 等价的 另外这个例子呢 我们现在还讲不了 因为现在还没学过MySQL 我们在后面呢 去导入MySQL的表结构的时候 可以直接以这个账号的身份 然后从这个文件里面读入 然后导入到MySQL里面去 这个你现在还别做 因为还没有这个东西 好吧 好下面这个例子呢 能够更加方便的帮你说明这一点 看啊 这是一个计划任务 我们看一下 at law 从现在加5minutes 5分钟以后 干嘛呢 新建的用户叫羊99 结束呢 按Ctrl加D 结束 看到吗 这种符号都表示 按Ctrl加D 结束的 好 那在5分钟以后 是不是会创建一个叫 羊点 羊99的一个文件 不是一个 用户 好 明白 那这边我做了几件事情啊 在5分钟以后 做几件事情 那如果要做好多事情呢 我完全可以把这个写在一个什么 把这个要做的事情写在一个文件里面 都不是脚本 就是一个文件而已 FM 内容 直接利用了我们的输入重灵项就可以了 大家也要等待一会儿 它就可以创建 所以输入重灵项呢 这个用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但是呢也是很好用的 就是改变输入的一个方向 不是键盘 而是比如说某个文件 来进行输入重灵项 好 大家把这个几个重灵项的方式 下面综合案例呢 我们稍后来看 大家把这几个重灵项的方式呢 自己呢来做一下好吧 这都是一些现成的例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